大家好 我是老胡 今天早晨又来到这个湖边 打个招呼 都坐在这乘凉的 早晨晒个太阳 湖风吹过来很舒服 凉爽 这有个妇女带着四个孩子来这早晨来游泳 远处还有两个花船的 相当的老太太很讲究 所以带着凳子来 我们已经接到车行的通知 我们的房车已到 安排在7月16日三点给我们讲解使用方法 所以我们在车行附近36公里的地方 预定了营地 明天早晨我们就离开了北邱文小镇 到营地 约260公里 非常感谢这个商店的老板 让我们在停车场住了几天 这个地方很方便 一公里内 有北邱文故居 湖边 洗衣店 披萨店 加油站 啤酒店 宠物公园等 镜头一转 我们来到了北邱文小镇的镇政府 人口是一万两千多人 这个大楼也不小 这里还有个雕树 是一块死雕的树 锯了以后雕刻成的 很有艺术感 看看大楼的侧面跟后面 这是这个镇的一个水塔 围了这个政府大楼转了一圈 看看这个镇门 今天是我们在北邱文小镇的最后一天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点赞 再见